如果是股呢 個股呢 就可能要看著一些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呢 就有兩個方向的 一個方向呢 就是剛才講的那些 大價股裡面 就是F&G裡面 比較不生性的那些 就是META 做得不太好的 是啦 落後一點 那些你就就是博炒落後一轉而已 META是一隻啦 甚至乎呢 其實Netflix都可能 可能會得到的意思就是 投機第二個角度 絕對不代表看好這間公司的 就是現在講的這兩隻都是博它跌殘了的 一個短線的 是啦 是啦 這個是這一種啦 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Thomas要安樂的 買得安樂才可以的 那你就唯有最貴一點的 那最貴一點的選擇 我自己覺得就 老實說 這些位置就是蘋果啦 就是蘋果都 應該這麼說 蘋果是比較強的 但是你預料它會回的 就要用回剛才買納子的那種做法 就是可能要回一點 就不是 現在一百六十多買 就可能要回到一百六十元才去考慮 又或者另外一隻可以想的 我覺得相對上比剛才很殘的那批 就是META那些會好一點的就是 Alphabet的 就是Google啦 雖然Google出了業績是不好的 就是今次 今次的業績是不好的 其實是有一點點 又未至於驚嚇的 但是對比市場來說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大家沒有想過 它那個廣告方面的增長是有一點點危險的 但是我覺得就算是這樣也好 如果你要做的都是這一類的 那其他有些當然是有一點點 我剛才也說 可能會炒的 那些就是ARTK系列 就是砌砌系列 那些就可以找了 是 就是我不想在這個位置貼完之後 我三個月之後看回YouTube的影片 但是那個時候就堆了三成 那就有點難交代了 是的 是的 就是我給了 如果你真的很炒的 你很有技術的 那你就自己在那堆裡面尋找了 或者我們都有一些 就是這裡你不介意 我們都有一個秘密機 那都偶爾那些比較短炒的東西 會在那裡出現的 那大家都可以看看